吃甚麼都… 閉嘴 二哥到我中有霸佛 阿俊有賴 今天不是你們, 是我餓 每個阿盤放棄 你別帶我 你先說吧 大家想說, 在座各位 都是男生的 大家好, 又來到華盡的吃辣節目 未臨受結蚊 我也不知道叫蚊 你很期待地想點名, 但想不到叫甚麼 歡迎今天的嘉賓, 就是豬豬 今天我們會挑戰一款 在韓國最辣的拉麵 這個拉麵, 就會由Labor Store提供的 這個譯名, 我上網搜尋也找不到為甚麼 如果觀眾知道,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這個8度浮麵的辣度是8557度 大概就是我們平時吃辣雞麵的一倍 而同一時間也是我們吃開新辣麵的4倍 我們拿個麵出來給大家看看 這個就是8度浮麵 包裝就是一個典型的韓國拌麵的樣子 但看這個樣子, 就不是很辣的 你覺得… 辣不辣有樣子看的嗎 有的 通常現在的已經進化到有些骷髏骨頭 不是, 甚麼都沒有的才是最恐怖的嗎 都有可能 是呀 那我們就先煮一個 如果待會覺得不辣, 我們可能會再加 OK OK 老實說, 上次Micko拍完這個韓國火魔王Kumbawa 之後我對這個麵都不太害怕 因為上次Kumbawa是14000度 這個8000多度, 所以我應該都可以接受 那你就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吃得多辣 對呀, 人一輩子一輩子給你吃 應該都可以的 這個時候你遇到人生最大的難題 因為我本身就是一個港鞋 我就不太會煮水那些東西 所以… 因為我平時是直接用滾水的 哦, 直接用滾水 大型港鞋現場 不用了 多了多了多了 不是呀, 我很怕彈到 然後我們剛才放完麵之後 就看看它有甚麼配料 這包應該是辣質 應該是辣粉 我覺得應該不是很辣 雖然我每一集都辣 每一集都出事 但我覺得它真的不會很辣 但其實真的不應該會很辣 它這個是紫菜來的 即是跟辣雞麵一樣 有一包紫菜 對呀, 裡面有一些花生的粉 就是一些根本上 我都不會看得上眼的雜碎 我以為是辣粉 你開一點點 你這樣放好像那些喝茶 跟那些傘傘的光 我不要碎了 不要碎了 因為如果你吸光了 它水蒸氣就不能放出來 就會滾得那麼厲害 它不會水蒸氣這麼高 然後托著一半的升高 那些應該是 Tom and Jerry 都會出現 Tom and Jerry 我們現在已經煮了 這兩個麵 然後就會是 放醬 這個 哇哇哇 它的色質有點令人害怕 好了 我們說這麼快就做好了這個麵了 暫時來看 不辣的 馬上來吧 I'm waiting for the girls like you OK 1 2 3 甜甜的 嗯 我可以 拿到它的麻醬 拿到它的麻醬 認真呀 我已經加了 最純了最純了 現在有點辣 我現在 嘉賓要求 我都會照做的 我們現在就會將 開始有點後勁了 過了 我已經 那麼勁? 堅持 好險 主要說想加多一包辣醬 我們現在就加多一包辣醬 我不知道辣度會不會有一個疊加的狀態 就是我們這個紅麵是 8557度 不知道加了之後會不會變成15000度 15000度就會比上次火魔王 應該不會疊加的 每一倍都有兩三千 好 我們現在就加料了 圍繞身邊268T 你喜歡過我60秒嗎? 究竟加了兩包辣醬的紅麵 會不會辣度提升呢? 開始有過的地獄樣 好 我準備好了 真的有點熱了 Double辣醬的8度紅麵 3 2 1 好鹹 我覺得很鹹 加到辣醬之後 濃度提升了 辣度反而沒有覺得辣了 反而它濃了就會有一點鹹 它不是我拍過這麼多集就吃過最辣的麵 但它也有一點感覺 畢竟那兩包醬 一定要以快打慢 先吃完 一停下來就上來的了 你回去吃吧 我不想吃 很難咬不到 我覺得是辣過剛剛的 但很多 我還要吃得多一點 那你就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吃得多辣 人一輩子就給你 可以了 我們不了 很廢 不停了 最後一口 哇 乾杯 嘩 嘩喉嚨還在爆炸 我看到你哭的有一點感動 嘩喉嚨 嘩 回來了 其實還可以 不是說很辣 我覺得可以接受 好了 剛才我們就挑戰了這個 兩包辣醬的八度鳳麵 對我來說其實也不是很辣 可以接受 但如果大家想吃它的香味 我建議一包就夠了 兩包真的有節目效果 而且真的很鹹 加了兩包之後真的有點辣 大家就可以儘量去挑戰 如果大家對這個八度鳳麵有興趣 也可以在我YouTube的影片下面的連結 買的 今天也非常感謝珠珠 看你的反應 應該是吃得辣過我的 因為我已經是爆炸了 吃到後面很辣 我不知道為什麼後面真的辣到飛起 一開始吃是真的很鹹 你吃完之後才會來 對 在喉嚨和舌頭沒有走 如果真的買 就兩隻二位 它的感覺都像是辣雞麵 但是我覺得它相對來說 比較辣一點 如果喜歡平時在家裡 吃的比辣雞麵更辣的麵 可以試試 嗯 好了 今天的影片來到這裡 喜歡這影片 記得 like share和subscribe 珠珠的頻道 這裡這裡這裡 還有我的頻道 好了 記得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還有記得大家在下面留言 這個節目究竟要叫什麼名字 我每一集都會呼籲的 好了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